看这特香 特香 还有熟悉的配方 熟悉的味道 来 各位 人家有胖鸥肉 想吃什么肉串 大家好 我是胖鸥子 来 各位 准备点葱姜 先把去腥三天克弄好 今天 哇 咱们的猪猪气 肘子 带着猪脚的肘子 今天 老板给咱们分开了 肘子 还有猪脚 现在也烧过了 咱们简单清洗一下 直接给它焯水就可以了 废话不得说 清洗一下 老板都给咱们烧了 咱们简单的用 用这个钢子球刷一下就行了 烧的去腥 你看 师哥 啊 你这么整个烧去 咱们焯点水 这再烧哈 嗯 好嘞 点火了 啥子啦 吃点三天克 好嘞 把烧水下锅 两个大鸡子 去腥三天克 浇油 赶紧猪子别玩了 趁这会儿你还玩游戏 赶紧准备配料 好了好了 天哥 呀 你先把它焯上来 嗯 稍微清洗一下 然后一会儿呢 我给它 我给它抹点儿酱油 咱不过油炸的 抹一下酱油行吗 那还不炒汤色 炒汤色 好了 这个咱们吃高一锅 多炖一会儿 然后 不吃就软不了 我烧去冲一下 来洗一下 碗中倒入红烧酱汁 把猪脚啊 均匀就抹上酱汁 咱们给它晾干 肘子也是如此 均匀的往上酱汁 冲满均匀以后啊 咱们给它晾干 起锅 烧油 油热后下入冰糖 拿着烤汤色 烤二 一把煮干 卧槽 烤的酒 呵呵呵呵 我炒好这个糖色 放入高一锅当中 烤起来了 烤起来了 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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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个顿 冬抽 八角 桂皮 香叶 干辣椒 鸡精 盐 别在这儿 挺好的 刷屎做点四十分钟 不行 我没吃过好 我睡一会儿 又睡觉了 这行喽 现在已经好了 咱们开始 发气了 气也放完了也 你这好 做之前睡一觉 做好了你醒了 有腹 开脚 我不换 后边有壁子 烂了我怕 一日胖掉我一身 你不说给我挡着 你自己给自己挡着 你这家伙太不够哥没意思了 好长时间没跟老先生们喝点的 今天这么硬的菜 必须得陪老先生们弄点 来吧 先敬老先生们 好 很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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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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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好热 哦,好热 哦,好烫 哦,太热了 哎呀,老亲们,太香了,这个大蟹 我们倒完了 不行,我就弄个猪蹄 猪蹄看着,你才有食欲 嗯 这皮一吸就到嘴了,炖得非常软糯的 嗯 嗯 嗯 来,敬老天明啊 今天视频就到这了 喜欢我的小伙伴记得转上评论关注哦 再见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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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胖猴子 因为我广大网友要求 想让我做一个肘子 那么今天他来了 做个什么肘子呢 也是就是红烧肘子 然后咱们废话活动车 把肘子上的毛烫一下 用钢烧肘子 用钢烧肘子 清洗一下肘子 冷水下锅 加入巨蜻三千克 葱姜 尿酒 点火 把焯火水的肘子捞出 清洗一下 加入老抽 涂抹均匀 刚才给肘子又改了下刀 咱们涂抹均匀以后啊 让它晾制十几分钟 让它自然风干 底锅 烧油 油温升至四五成的 倒入饱子 把肘子下入到高压锅当中 把这些配料加入到其中 加水 加入料酒 生抽 老抽 蚝油 加入鸡粉 胡椒粉 盐 点火 老姐们 咱们 上刺以后焖三十钟 时间到 咱们关火 等它自己放一下刺 老小白 刚才啊 给我媳妇弄走了一个 咱们还剩三个肘子 哎 走我吃吧 人家坐月子的 她这照顾到 对不对 哇 好 老姐来 手印了呀 这肘子这个颜色 哎呀 没得说 咱们倒上酒 准备开壳 哎呀 尝尝 一看就香 嗯 哇 太香了老兄们 这个 皮 用油一炸更加Q弹了 嗯 好 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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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口酒,大口肉,这才叫快女人生的,这才叫爽的 去吧,吃好 来吧 好,很高,太好 好,很高啊 咱们的吃 好,还有味着 好 肥肉 奢侣 天啊 吃 吃 好 好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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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的话不多 想吃什么跟我说 大家好 我是胖猴子 上两天啊 去海边 天天吃的我啊 属实有点不习惯 嗯 我呢实在是想吃肉了 今天咱们弄个肘子 做一个东坡肘子 废话不多说 赶紧去清醒一下 我已经等不及了 我呢 提前让老板啊 已经把这毛烧好了 咱们 直接清洗一下行了 首先准备个搁烟锅 把手都放到锅中 加水 加入葱姜 尿酒 再加入一个卤肉包 在这儿 开火 然后呢 上汽以后 咱们炖了它半个小时 直接把肉炖趴 切一点姜米 泡椒 去尾 切碎 咱们放入气 出锅 哇塞 哇塞 这个肉皮已经很趴了 出锅 哇塞 大肚子真爽 看来就舒服 哇 起锅 锅上以后加入油 加入皮线豆瓣酱 炒酥红油 加入姜 一定要小火慢炒 加入泡椒 加入生抽 蚝油 加入炖肘子的汤 熬至五分钟 放进来 好了可以出锅了 然后我不喜欢这里边这些料 所以说咱们把它滤掉 有喜欢吃的也可以不用滤 我个人不太喜欢 嗯 然后把这个汁啊 咱们浇到肚子上 哎呀 不行 这么硬的汤 怎么也得喝点 麻油 哎呀 咱们今天吃走的 来点一日感 用刀跟叉 咱们 讲究讲究 说一话我都说 先尝尝 哇 看是不是 蘸一点汤 嗯 嗯 味道还可以 但是没有 没有想象当中那么好 可能咱手法有问题吧 看 看是肉肉 这个 这应该是个什么 这应该是个母猪 母猪的 然后 我炖了半个小时 也没 看着挺软 但是拉着吃的不是很软 吃块带皮子咱们 不蘸糖 直接这么来 哇 哇太香了 太味道 哇 哇 这些满满的幸福感 第一口敬老天们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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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咱本地的酒口 入口即化 这肉皮非常好 哎呀 这肉皮真的 咱们再来一块 完美 哇 哇 这点汤 这个汤非常辣 吃得贼过瘾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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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也不像我附近似的 咱们还是老套路吧 走着走着就得抱着看 还这么直播一下 咱们四ги 这就是这一碗 咱们当吃过来 哇 咱们可吃吧 哇 再煮到吧 这味道真的 very nice 我的天 这么难度 人来泡不得 想知什么跟我说 大家好 我是泡 肚子我有点懵 我是泡温 老亲们 今天我准备的这么一大块排骨 想吃一个什么 想吃一个韩式排骨 咱们呢 还是想把它分开 但不太好切 咱们给租开了 清洗一下 但是上面挺脏 味道试试 锅中加水 排骨冷水下锅 加入巨型虾炼锅 葱姜 尿酒 点火 拿碗 把焯好水的排骨啊 咱们捞出 去清洗一下 把上面的浮沫 咱们洗掉 准备两个洋葱 对面 对面给它切开 放到料理机当中 加入苹果 把打好的洋葱汁 还有苹果汁 倒到里边 加入葱姜 加入蚝油 加入韩式辣酱 加入蜂蜜 鸡精 盐 搅拌均匀 老板 搅拌均匀以后 腌制上15分钟 把腌制好的排骨 咱们倒入到葱姜锅当中 把剩余的汤汁啊 都倒入到葱姜锅当中 少加一点水 盖上锅盖 点火 老板 上鞋以后啊 咱们炖上25分钟就可以了 烧火 烧水 哇 太香了老兄 好了 老兄们 怎么样这个颜色 是不是非常诱人 咱们直接倒吧 起锅 加入芝士 把芝士炒化 把芝士加入成这种状态 就可以了 关火 好 开饭了 开饭了 我先给你们尝一份 尝一份打个影 哇 最大块 哇 太nice了 very nice 哇 是味道真的 弄一点芝士 确实是挺好吃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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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香了 一点都不腻 嗯 哇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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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塞 太烫了 加不進來哦 哇 哇 這個 排骨裹著這個芝士 有淡淡的奶香味 太棒了 吃這個排骨就是一個緣分 哇塞 這個湯汁拌的米飯也太爽了 哇塞 這才是新鮮的吃法 知道嗎 這薄鹽 薄鹽是這個 來這芝士 芝士咱這樣吃 我都吃過了 homo 得把它丸起在包裹上面 然後 這這飯飯熟呢 屬實沒毛病 今天開始給你吃吧 拍個框子 拍個肥不舒服 你這麼做法 第一次吃 嗯 好好吃 一點都不膩 嗯 芝士拉絲呗 配合是奶香味,特别棒,是吧 对 我这开始脆补 哇塞,太香了 那怎么说,牛饼很烂 那怎么说,熬的一个是吧 吃过去了吧 过去 排骨啊 排好一点 排饼 我都吃饿了 两碗米饭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吧 以后我们的小伙伴记得转发订订关注 再见 我这吃的很普通,你知道吗